玩转黑科技,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科 在买手机号时,我们都会要求买一个新号 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买到的都不是新号 而是用过的二手号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号码 约50%是二次号 每年新增卡号中也有20%以上是二次号 人们买的新号,其实大都是被人用过的二次号码 所以在去买号换号时 一定不要被卖家所打的新号的招牌所迷惑 在平时,人们会用自己的手机号码注册很多软件 甚至使用手机验证码登录 一个手机号几乎和身份证一样 带有一个人的很多信息 二次号码不仅会给前面的使用者带来很多麻烦 也会给后来的使用者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被催债,有的号码甚至无法注册 当手机号码不用时,要记得注销、结绑账号 可以避免个人隐私的泄露 关于二次号码,在电信行业一直是个未被解决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正在构建官方第三平台 对接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的信息资源 互联网公司可以及时获取码号数据回收信息 并将对应的数据应用进行注销、解保 此举将解决二次号码带来的难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